小红书 唯品会 德物 招商银行 掌上生活 中信银行 动卡空间 广发银行 发现精彩APP 中国移动 手机俱乐部 九机网APP 中关村在线 太平洋电脑网 风潮科技 首席中国 IT之家 IT168 泡泡网 手机之家 PC Home 快科技 天极网 TechWeb 科技视讯 上海热线 热点科技 库安等平台 观看品鉴会直播 本次品鉴会官方新媒体平台直播 全程有奖互动 关注iQOO手机官方微博 观看视频和图文直播影手机 关注iQOO微信视频号 iQOO手机bilibili官方账号 iQOO官方直播间bilibili账号 iQOO手机抖音官方账号 iQOO手机快手官方账号 iQOO手机今日头条官方账号 iQOO小红书官方账号 欢迎大家观看直播 参与有奖互动 相信大家已经在乔首以盼了 今晚品鉴会后 Vivo官网 天猫和京东等各大渠道正式开启新品预定 参与预定向多重福利 最后感谢以上媒体和直播平台对iQOO Z7系列的大力支持 也感谢屏幕前观众朋友们的耐心等待 性能续航小超人iQOO Z7系列新品品鉴会即将开始 HELLO 各位酷客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观看iQOO Z7系列新品发布 我是行程 也是微博上行走的橙子 就在前不久 我们刚刚迎来了iQOO四周年生日 非常开心能和全国各地的库客们相聚北京 短短四年 iQOO已经在激烈竞争的手机行业站稳了脚跟 我们拥有了三千多万的用户 作为手机性能赛道的引导者 过去四年的时间 iQOO首发了120瓦和200瓦超快闪充 超声波大面积屏幕指纹 还有定制的独立显示芯片 一个又一个行业的黑科技 为酷客们创造了无数的惊喜 探险者绝不停歇在远足的尽头 未来 我们也会保持热爱 继续满足库客们对于高性能的极致追求 作为iQOO家族的一份子 iQOO Z系列一直以性能续航小超人的形象被大家熟知 我们要让更多的用户感受到iQOO的强悍性能和旗舰级体验 让科技更普及 今天为大家带来全新的iQOO Z7系列 这也是2023年iQOO的开年之作 惊喜不止一个哦 接下来由我先为大家介绍iQOO Z7 全新的外观设计 灵感是来源于我们对浩瀚宇宙和无限世界的遐想 正如小超人一般 从未来世界带来速度和力量感 那作为看向未来世界的窗口 Z7的后摄造型 我们采用了万象云阶的设计 云阶可以让镜头和机身的过度 看起来更加自然 也几乎引领了手机行业的设计风潮 Z7的万象云阶大有不同 线条比值 比例和谐 硬朗的设计带来了更有力量的感受 亚光工艺更是打造了金属般的质感 多了一份细腻和精致 在神秘的太空深处 行星之间彼此吸引 结伴旅行 这种探索之旅的想象 也是Z7星旅双环的灵感来源 每一颗镜头的外圈 环绕了一百根精巧线条 经过一道道光雕显影 让光线均于律动 这种微米级的精雕工艺 足以媲美高端手表的设计 精致藏于细节 一体成型的中框 让机身显得格外鲜薄灵动 明暗变换的切面 就好像宇宙的低缕尘光 我们叫它破晓棱线 中框弧度还带来了 完整贴合的手感 同时巧妙预留出 舒适的指纹解锁空间 让设计更加实用 不仅是造型充满了 高级工艺质感 我们还为大家带来了 全新设计的三个颜色 黑的简洁 最能成就经典 但也容易千篇一律 Z7的黑色大有不同 黑的通透 而有光泽 就好像在夜空下 看到的浩瀚宇宙 经典的磨砂衣机 结合双重光感工艺 让黑色流动起来 多了一丝灵动感 配合数以万计的微米级结构 打磨出一份更加柔和细腻的触感 这款独一无二的深空黑 带你感受 广阔宇宙的神秘和吸引力 那今天带来的第二个颜色 则代表了自然本源 我们尝试在很多元素中 寻找本质的感受 从岩石冰川到原子共生 最终在十几个色彩梯度中 我们一眼选中了这抹蓝色 立体微镜工艺形成清澈光泽 底色更加纯粹 干净 双层镀膜带来的色彩和光影 交织浮动 内在的通透和外在的变化 浑然天成 这就是原子栏 晶微原子构筑了浩瀚宇宙 而我们还向往更多可能性 充满活力的色彩 不断延伸的棱线 总是能让我们想起 科幻电影里的平行空间 橙色的背面 看起来起伏变化 但是摸上去却非常丝滑 这种奇妙的感受 只有通过独特的纳米光刻工艺 才能实现 千万条棱线编织成的光影 超越现实 甚至超越你的想象 这就是Z7带来的无限程 精致高级的工艺质感 充满创造力的三个全新配色 iQOO Z7可以说是 探索科技与精湛工艺的完美结合 对科技的诠释 不仅体现在外观设计 更离不开iQOO的闪充技术 两年前 iQOO旗舰率先发起了 白瓦闪充革命 迄今为止 iQOO的120瓦闪充 已经稳定运行了921天 我们的多款超白瓦闪充产品 在全球拥有了超过600万用户 只有稳定高效成熟的120瓦闪充 才能放心地交到每一位用户的手中 我还记得去年去长沙和酷克们交流 遇到了一位Z系列的老用户 他是一位重度的旅行爱好者 也跟我分享了很多 用手机拍下的旅行中的照片 他说当时啊 他就是冲着电池够大 性能够强来买的这款手机 虽然说平时电量很足 但旅行的路上又要拍照 又要导航 晚上啊还是只能省着用 我当时就问他说 那你不能停下来充充电吗 他说路上总有不想破过的风景 停下来充电往往要一个多小时 太可惜了 如果吃个饭的时间就能把电充满 那最好了 但是好像也只有旗舰手机才能做到吧 迁缘机也就只能想想 的确啊 作为产品经理 其实我深知 大功率闪充的成本 还有面对的空间压力 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当这真正的需求 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也意识到 把超白瓦闪充体验 带到千元档位 对于用户来说意味着什么 它让每个出发的脚步 不再被限制 其实我特别想感谢 当时的那位库克朋友 他也为我们普及120瓦闪充 坚定了决心 也是在提醒着我们 回归体验 时刻想用户所想 现在我也可以对他说 放心吧 以后你随时都能出发 120瓦快速回血的体验 真的是太爽了 用生活里的碎片时间 永远都能快速充电 5分钟永远不会让你觉得太久 拥有120瓦超快闪充的 iQOO Z7 仅仅5分钟 你就可以冲入 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电量 甚至实现了 5分钟充电 就可以换来 5小时的追剧体验 当然了 120瓦闪充的优点 不仅仅是充电5分钟 追剧5小时 我们还为你带来了 无处不在的便捷体验 首先它支持65瓦的PD协议 可以为你的笔记本 耳机这些电子设备 随时都能充 Z7还全新升级了 高达30瓦的融合快充协议 配对更多的充电器 让你随地都能充 我们还支持反向充电 反正都能充 那讲完了干货满满的闪充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 续航体验 大家其实都知道 手机的大电池和大快充 往往不能兼得 从Z6到Z7 闪充我们升级到了120瓦 那厚度呢 竟然仅仅增加了0.16毫米 这是什么概念呢 这其实就是一张手机膜的厚度 而在这个厚度下 我们竟然增加了500毫安时的电池 这样让Z7同时拥有了 120瓦闪充和5000毫安时大电池 那用这台5000毫安时的手机 做主力机 我是真正体验到了 什么叫做唱完一整天 非常轻松啊 在续航测试里 用Z7看视频 长达16.6个小时 前段时间大家都在追剧 那个老莫 我想吃鱼了 这个电视剧很出圈 如果你用Z7追剧 一口气就能两倍速地追到大结局 周末如果你和队友开黑玩游戏 可以连续支持你玩39局 直接让你从青铜上搏金 用的真的是非常的爽 但是别小看这5000毫安时大电池 其实来之不易 架构团队尝试了十几种减薄方案 我们几乎优化了 每一个基础的零部件布局 甚至连SIM卡座我们都没有放过 我们首创了行业最短的 叠层双nano技术方案 把长度又缩短了两毫米 正是这无数次的精益求精 最终才让用一张手机膜的厚度 换回了500毫安时的大电池 我们可以很骄傲地说 在Z7上 大快充 大电池 还有好手感 实现了完美合体 那为了让大电池用得更久 这次我们还带来了一位电量管家 他可以优化睡眠待机 冻结后台应用 智能调度 网络加速 时时刻刻为你精打细算 可以说把电量都用在刀刃上 总结一下 Z7带来了远超同价位的120瓦超快闪充 同时拥有5000毫安时长寿大电池 可以说当之无愧的续航小超人 要知道在这之前 行业里120瓦的快充方案 其实只会用在Pro甚至Pro加这样的高配版本上 而作为销量基石的标准版 往往只是延续了低瓦数的快充方案 今天Z7真正把旗舰级的快充体验 普及到了千元档位 无需Pro加也能体验120瓦 将超快闪充普及到底 一起来看看小超人如何为你的旅程护航 各位旅客 闭车10分钟后开始检票 各位旅客 闭车10分钟后开始检票 闭车已经开始检票 请各位旅客到检票口检票上车 本次行程 预计行驶5小时55分钟 电车马上到站 强悍性能是iQOO的基因 而性能的基石离不开一颗实力出色 调教成熟的芯片 一直以来 高通7系平台 凭借稳定出众的性能和功耗表现 在用户中广受好评 也被大家誉为口碑神优 同时作为各家主力旗舰的销量基石 一路覆盖了2500到7000架位段 备受重用 同一颗芯片 不同厂商的调教决定了性能的上限 在这一点上 依靠强大的研发实力 iQOO的表现向来有口戒杯 去年安兔兔性能排行榜的收官之战 iQOO三个系列同时霸榜 Z6的综合跑分在同平台中遥遥领先 不分价位段 每一颗芯片我们都会用心对待 只为了给顾客们最好的体验 如果说Z6的表现 已经是同平台中的佼佼者 那这一次Z7的实力又再度升级 全新的高通骁龙782G 成为了Z7的性能核心 CPU和GPU分别提升了10%和13% 2.7GHz的超级大核 重载场景性能优越 旗舰级1加3加4的三重级架构 功耗始终低调 对于这样一颗成熟高效的芯片 我们依然投入了资深的团队 联合高通深入调教 力求发挥最大的平台功效 一直以来 高帧游戏都是性能的试金石 短时间要渲染翻倍的画面 王者荣耀120帧 几乎可以说是对终端手机性能 最严苛的考验 过去一年 千元价位段销量前50的产品 仅仅只有2%能够做到 今天性能升级 经过成熟调教的iQOO Z7 又会交出怎样的答卷呢 王者荣耀120帧 稳定运行一个小时 平均帧率高达119.7 几乎满帧 简直是对标旗舰级的表现 Z7将超强帧率普及到底 不仅要求流畅 还要稳定 我们定了个小目标 要做同价位最好的散热体验 说到散热 那自然少不了VC均热板的升级 Z7带来了堪称奢华的3KVC液冷均热板 VC面积足足达到了Z6的两倍 覆盖6个关键器件 可以把大大小小的核心热源一网打进 这么大面积的VC 不仅仅是远超同价位产品 更是比肩超大倍的体验 那除了面积升级 内部结构也有玄机 在支撑柱底部增加了储水凹槽 让它的储水性能增加30% 提高回收效率 比起同面积的普通VC 可以再降温1.2摄氏度 可以说Z7的超导VC大有不同 那除此之外 这套散热系统 还有7颗温度传感器 高导热凝胶 大面积石墨 散热铜箔等等导热材料 全面升级 让手机的核心温度 暴力直降15摄氏度 iQOO Z7将超速散热 普及到底 那我们再来看看网络 传统的手机天线布局 更符合竖屏使用手机的习惯 一旦我们横屏握手机 反而容易遮挡信号 在Z7上 工程师结合不同的使用场景 经过了反复测试优化 我们全新升级了天线布局 让你在横握状态下 WiFi 5G信号频率成倍提升 而且几乎是360度 不留死角 横握 竖握都可以 那若网区域又该怎么办呢 大家都习惯上班的时候 在地铁上刷短视频 信号总是断断续续的 Z7带来了地铁网络模式 它可以提前预测到信号盲区 而且为你提前加载三条短视频 这样即使信号间断 刷短视频的体验依旧非常连贯 可以说Z7拥有强强联合的平台 还有散热网络体验 这一切都让我们整体的性能感受 更持久 更流畅 那在视听处的感官体验上 这一次我们也是准备了多重惊喜 那先来说说屏幕 前不久Z7在预热的时候 网上很多人都在讨论屏幕 大家期待的就是有一块 旗舰标准的LCD屏幕 其实我也知道啊 这份期待的背后 其实是因为护眼的需求 我们会看到数据 用户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长 竟然会超过七个小时 在长时间高强度的使用下 如何打造一块真正的护眼屏 也成为我们这一次最关注的问题 Z7为LCD爱好者们 量身定制了一块七重护眼 高配LCD 这一次可以说将超级护眼 普及到底 仅仅是针对防蓝光这件小事 我们就做了三重方案 除了普通的全局护眼模式 我们坚持定制硬件级低蓝光 从底层过滤蓝光 兼顾显示和健康 同时我们还升级了旗舰级的护眼策略 舒眠模式 它是根据日出日落的时间 帮助你科学调节 屏幕色温 智能降低蓝光 也可以更好地改善 大家的睡眠质量 还有自适应亮度策略 这个可是户外工作者们的护眼buff 因为它是定制了一套亮度变化曲线 可以根据环境 时间 任务场景 这些条件来为你智能匹配最舒适的亮度 并且充分考虑了人眼的耐受情况 让眼部调节焦距的结状机 可以保持运动 从而缓解疲劳 此外 我们还有更细腻的无极调光 也有支持低至易尼特的月光屏 更有LCD天然的全局DC调光 那在这里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分享 你们的上手体验 七重护眼LCD 相信不会辜负你们的等待 那除了护眼 这块屏幕还有一个重磅惊喜 我们首发LCD 1200赫兹顺时触控采样率 让你不仅是看得轻松 也能玩得流畅 它就像是一架灵敏的侦察机 可以第一时间采集你的触控信号 迅速反应 侦测速度最高加快5倍 尤其是在激烈的枪战游戏里 可以帮你抢占先机 流畅的120赫兹高刷新率 支持七档变速 根据场景 智能切换刷新率 为你最高省电60%以上 显示上它拥有 100%P3色域的原色实力 用它播放的每一张电影 每一张照片 都能呈现毫无保留的大片质感 得益于这块好屏幕 Z7还适配了游戏 原画模式 它是根据原画师的创作初心 根据风格 调游画质 重构细节 那这一次 我们全新适配了 光玉 明日之后 荒野行动 决战平安经 等等游戏 把虚拟世界 真实重现 如果说视觉带你领略了 画面的震撼 那听觉 我们也希望让你更加 身临其境 Z7带来的立体声双扬声器 配合iQOO 独家定制的 广域声场拓宽算法 声场宽度从80度 提升到开阔的120度 背景音广阔的同时 人声也会更具穿透力 就如同一个行走的3D影院 还有全新的游戏变声 不仅好听 更加好玩 包含10种变声音效 暖男 萝莉 变音 想要什么人设 在这儿都可以 一起来感受一下 别怕了 快上车 完了 BBQ了 完了 需要提前开始进圈 消灭一个敌人 哦 干得漂亮 以上就是 iQOO Z7 强悍的性能体验 它拥有全新的 高通骁龙782G 可以稳定运行 王者荣耀 120帧 它拥有远超 同价位表现的 3K大面积 VC散热 还有首发 1200赫兹 顺时触控采样率的 7重护眼 高配LCD屏 立体声双扬声器 HIRIS有线 无线双认证 还有X轴线性马达 可以说 优点是数不胜数 该有的 都有 这样的性能小超人 大家还满意吗 前面说 Z系列的使命 就是把更多 旗舰级的功能 带给大家 那在影像环节 不得不提到的是 OS光学防抖 仅仅一年前 OS光学防抖 还是旗舰级 才会有的体验 去年 iQOO Z6 将OS带到了 千元价位段 优秀的拍摄体验 也是得到了 超多用户的好评 Z7也会继续将 光学防抖 普及到底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iQOO Z7的 拍摄效果 这是在广州 我们用运动模式 抓拍到的一张照片 在高速运动的场景下 Z7依然可以 清晰捕捉到 运动主体 帅气的身姿 飞起的瞬间 都被我们 完美抓拍 选一张 这样的照片 到朋友圈 那肯定是 点赞收割机 不仅仅是拍照片 录视频的效果 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比 可以说 OS带来的加持 更加明显 画面的抖动 被大幅度降低 整体的画面 更稳定 也更清晰 OS的实力 还可以看一下 暗光环境下的表现 这个是广州的海心桥 站在高处 刚好可以俯瞰 整个珠江新城 如果你打开 Z7的夜景模式 就可以拍下 这都市的繁华 我们可以看到 暗部的细节 更加明亮 高光的抑制 也是恰到好处 城市的活力 被完美捕捉 当然 我们还有多达 十种的夜景风格 供你选择 带来更多 个性化的体验 不仅仅是拍景好看 拍人也是非常精彩 Z7的人像模式 升级了全新的算法 就像这张合照 人物主体更加清晰 脸部的细节丰富 背景虚化则是 更加自然 过度很细腻 整张照片看起来 非常有艺术美感 不光是后制 前置的1600万高新像素 也一样可以拍出一张 高质感的人像大片 配合智能化的美颜算法 让我们的每一张自拍 都更加自信 不仅仅是硬件的全新升级 这次 Z7还带来了两个 Z系列首发的全新功能 基于影像算法升级 我们把超级月亮 率先带到了千元价位段 可以说 手拿Z7 你也可以拥有 只属于你的超级月亮 还有为电影模式 带来更多精致的Vlog模板 涵盖美食 出游 夜景等六大场景 一键拍摄 即刻上传 非常方便 影像记录了我们 美好的生活 那全新的Orange OS 3 则会让你的生活 更加得心应手 我们经常会调侃 说打工人下班 就向原地复活 那Z7的原地复活机制 可以说让我们的复活时间 又提前了一分钟 你前一天追的悬疑剧 玩过的游戏 今天再次打开 无需等待 画面依然为你停留 在你昨天离开的那一刻 状态可以说是 无缝切换 当然还有全新升级的 超级小窗 打游戏等待入场的时候 往往会觉得非常无聊 你想回复消息 又担心错过精彩的游戏时机 横屏小窗 可以清楚地展示游戏进度 让你分秒不差 精准回归 还有熟悉的视频小窗 我们也优化了显示尺寸 让画面干干净净 而且往侧边随手一划 你就可以把小窗挂起 等你需要的时候 在轻点就可以恢复 这一切的操作流畅自然 当然还有这样的多任务场景 你可以单独调节 每一个应用的音量 想听什么 由你自己掌控 有了更便捷的影音空间 那出门自然也是 考虑得更加周到 轻拍两下侧边指纹 就可以轻松盲操 打开你设置的快捷场景 比如你可以设置成 扫一扫付款码 乘车码等等都可以 轻拍两下 一步到位 当然了 还有全场景NFC 承包各种钥匙 卡包 你出门再也不用带那么多东西 空手出门 用NFC 就可以 还有红外遥控 它可以轻松代替家里的十几种遥控器 这些旗舰级的优秀配置 可以说是一样不辣 全都给你 以上就是全新的 Orange OS 3 轻盈流畅的操作体验 全方位的旗舰级配置 给你得心应手的使用体验 讲到这里 iQOO Z7 介绍的就差不多了 还有更多的惊喜 欢迎大家上手体验 那如果有人问我说 这是一款怎么样的产品 可能我会说 这是一款千元挡位 难得一见的 兼备性能续航的LCD小旗舰 是我们的用心制作 也希望大家能喜欢 这次我们也是特别合作了两位新朋友 新仔和哲华 接下来看看他们 不断电的安心时刻 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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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个房间 关键时刻 怎能断电 高中骁龙782T 120瓦闪出 5000毫安时 超大电池 充电5分钟 飞距5小时 还得是iQOO Z7 小超人 无断电 更安心 谁 谁能告诉我 上一季度的业绩为什么 惨不忍睹 董事会痛定思痛 公司一定要 财 财 关键时刻 怎能断电 高通骁龙782G 120瓦闪通 5000毫安时 超大电池 干劲十足 一整天 必死一定有财源 广计 还得是爱护 Z7小超人 不断电 更安心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新朋友 iQOO Z系列的产品经理 马玉伦 我是一个八年的数码产品发烧友 平时喜欢看测评 体验新产品 像信和在看发布会的各位库客一样 微博ID大轮不加锁 期待和你们的交流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 iQOO Z系列的另一款 重磅产品 iQOO Z7X 在发布前 就有很多同学问我 这款产品 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别说 还真有 这是一款 千元档罕见的 配置全面升级的产品 刚刚橙子 给大家介绍了iQOO Z7 优点非常多 不知道大家印象最深的是哪个点 对我这种眼睛敏感的人来说 一定是高配的LCD了 目前市场上好的LCD真是 一平难求 本次Z7X 诚意升级 Z7同款 120赫兹 七重护眼镜速屏 首发的1200赫兹 顺时触控采样率 100%电影级P3广色域 将超级护眼 再一次 普及到底 正面是完全相同的高配好评 那么 另一面呢 Z7X的外观质感同样 诚意升级 家族化设计 万象云阶加星旅双环 精致的阿角 整体风格 简洁 大气 颜色方面 Z7X独有的浅海蓝 细腻通透的质感 结合经营的星光AG工艺 让你联想起夏天 波光淋淋的海面 光线的折射 又会带来一丝 灵动和神秘 黑色刚才已经介绍过 其实不该赘述 但我个人啊 实在太喜欢这个颜色了 忍不住和大家再分享一下 之前黑色给我的印象会偏沉闷 但Z7系列上的黑色 完全不会 光线反射 会有顶级跑车上 黑银加磨砂的质感 真心推荐给大家 深空黑 浅海蓝 无限程 诚意升级的外观级配色 希望你能喜欢 聊完外观 我们再来看看续航 这里啊 我要给大家一个温馨提示 拿到Z7X后 先做第一件事 当然是打开盒子后呀 一定要在设置里打开健康使用时长 设置好娱乐的停用时间 因为啊 Z7X的续航实在太长了 根据续航测试 一次满电 看视频长达18.8小时 遇到精彩的剧情 你很有可能从天亮看到天黑 再看到天亮 所以健康使用Z7X 可不要贪心啊 上一代 性能续航小超人 Z6系列带来了续航神话 其中的Z6带来了 行业旗舰级的80瓦闪充 Z6X配置了 6000毫安时的巨量电池 第三方 续航测评霸宝 正常使用 两天一充都没问题 对于重度用户 也彻底摆脱了 续航焦虑 大电池和大快充 分别满足了 不同用户的需求 但很多用户说 能不能成年人 不做选择 全都要 这么大胆的想法 Z7X竟然 真的实现了 乘以升级 6000毫安时巨量电池 加80瓦闪充 这样的配置 不只是千元机 更是挑战 全价格段 续航配置 天花板 更不可思议的是 6000毫安时电池 闪充 升级80瓦的同时 机身厚度 却比上代 减薄了 0.17毫米 而我们 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主要是 iQ最新方案的导入 Z7X使用 两倍厚度的 10微米同模 确保强度 才可以使用 浅薄的 0.72毫米 电池盖 来提升手感 每一个调整影响 几乎都是以 0.01毫米的单位计算 才有了 Z7X 80瓦加6000毫米的 续航方案 和平衡的手感 向iQ的研发团队 致敬 这一代 我们还把 巨量电池 升级成了 长寿版 经历1600次的 充电循环 电池容量 仍然高于 80% 每天充电一次 Z7X的电池寿命 都能达到 4年以上 除了我们有史以来 最强的续航 Z7X的性能表现也 诚意升级 高通 骁龙695 急速新 平台跑分 比上代提升 19% 台积电 6纳米工艺 日常使用 稳定 流畅 目标做到同价格段 最流畅体验 不仅如此 Z7X特有的 超级扬声器 带来了最大 1.5倍的 广阔音量 定制音枪 结合新一代 外放算法 大有声势 同样有 纯净音质 此外 Z7系列 还首次带来了 背景音过滤功能 无论身处什么环境 都能消除 嘈杂的背景声 让你的每次通话 都无比清晰 最后 同样诚意升级 Orange OS3系统的 Z7X 也将给大家带来 全方位的守护 比如 家人重要的 求助电话 不应该被 繁忙的工作淹没 我们为紧急呼叫 开辟了 绿色通道 第一时间通过 电话 短信 闪信 三个渠道 同时呼叫 用最大铃声 提醒的同时 还会显示 求助定位 没拨通 会顺次呼叫 其他紧急联系人 让重要的人 多一点安心 随时随地的 远程协助功能 让你成为 远方父母的 专属客服 孩子守护功能 限制使用 手机使用时长 和应用许可 为你陪伴孩子 成长的 每个瞬间 大家可以看到 本来的ZGX 有了闪充 芯片 屏幕 外观 系统的 各方面的 诚意升级 这 在同价位段 是比较少见的 在这个背后 其实 还有我的 一点小私心 在产品规划前 我给自己定了个目标 一定要做一台 自己满意 又可以让父母 朋友 拿得出手的手机 这样的手机 看起来 要外观大气 电池要耐用 不论他们 白天怎么使用 不至于晚上 因为电量问题 联系不到他们 于是保持住了 6000毫升的 巨量电池 在快充 不断普及的时候 我希望他们 也可以体会到 闪充 带来的 爽感 于是 我们使用了 80瓦闪充 30多分钟 充 70% 屏幕 显示效果要好 要是行业内 主流的造型 于是 我们又做了 屏幕的升级 手机要用起来流畅 于是 我们又升级了 高通695的芯片 配上 120赫兹 高刷新率 看着 以上做的这些 我甚至有些 小满意 但回想起 小的时候 自己 一个个小愿望 被他们满足 激励我去 好好学习 尽量给我 最好的物质生活 我觉得 做的这些 也只是 回报的 一小小部分 这呢 就是 ZGX 一款配置 全面升级的产品 诚意之作 也希望 你们可以喜欢 接下来 舞台 交给橙子 感谢 玉伦的介绍 以上就是我们 为大家带来的 全新的 iQOO Z7系列 是不是诚意满满 现在 大家是不是 迫不及待的 在期待价格了 我们先来 简单回顾一下 iQOO Z7 升级了 120瓦 超快闪充 拥有5000毫安时 长寿大电池 全新骁龙 780G 支持王者荣耀 120帧 同时 我们升级了 3K大面积 VC散热 定制的 高配 7重护眼镜素屏 这样一款 全面普及 旗舰体验的手机 要卖 多少钱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上一代 iQOO Z6 当时的起售价是 1699元 iQOO Z7 可以说是 全面升级 它的起售价是 1599元 可以说 加量不加价 8G加256G 仅售1799元 12G加256G 仅售1999元 你只需要 1599元 你就能买到 超白瓦闪充 稳定运行 王者荣耀 120帧 拥有 七重护眼的 LCD小旗舰 别急 我们还为大家 准备了 重磅福利 手下购买 iQOO Z7 8G加256G 12G加256G版本 可以 力减100元 到手只需要 1699元 和 1899元 接下来 还有拥有 6000毫安时 巨量电池 和80瓦闪充的 iQOO Z7X 强大的续航实力 体验 也是诚意升级 它的价格 是多少呢 6G加128G版本 仅售1299元 8G加128G 仅售1399元 8G加256G 仅售1499元 是不是 相报了 今晚8点10分 iQOO Z7 Z7X两款机型 将在各大平台 开启预售 3月24日上午10点 正式开售 线上购机 还可以享受 分期免息等 多重权益 欢迎大家选购 除此之外 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 更多安心保障 首销期可想 69元 电池安心换 8折购 碎平宝 我们通过 1700多家 服务中心 和服务站 提供专业的服务 和多项保养权益 解决后顾之忧 让你 时刻安心 在这里呢 我也要和大家 说再见了 感谢每一位 酷克的陪伴 我们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